大家好,我是大树饿斗 又到了吃柚子的季节 柚子营养丰富 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它水分十足,能够清热去火 促进消化 是我们秋冬两季必吃的水果之一 可是很多人买回去的柚子 皮厚胃酸,水分不足 一个柚子的价格也不便宜 如果不好吃 那真是十之无味,七之可惜 其实挑选柚子很简单 今天我教您挑选柚子的六小妙招 保证您挑出的柚子 皮薄肉多,酸甜可口,水分十足 挑选柚子的第一个小桥门 买大不买小 当我们挑选柚子的时候 柚子淋滥满目,堆成一堆 让人不知如何下手 这时深吸一口气,不要欢 哪个最大选哪个 因为只要是同一个品种的柚子 果皮的厚度都是差不多的 那么大的柚子,多出来的就是果肉 我们根据球体的计算公式可以发现 半径的三次翻决定体积的大小 因此差距巨大 个头大的柚子,果肉就会多很多 与之相反 个头小的柚子,果肉就会少很多 越是大柚子,其实越划算 挑选柚子的第二个小桥门 买黄不买青 这是柚子挂在树上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挂枝比较高的柚子 阳光照射十分充足 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 光照也相对比较均匀 因此它整体的颜色就是黄色的 成均匀分布,不会出现一块青一块黄 并且因为它的成熟度比较好 所以表面会有光子 反之有些柚子挂在最底下 被树叶和别的柚子遮住了阳光 自然就会青一块黄一块 这种柚子通常都不甜 至于那种整体发青的柚子 一般都是没有充分成熟的柚子 皮厚水分不足还发酸 这样的柚子就千万别买了 挑选柚子第三个小窍门 买短不买长 我们把柚子拿起来 看它的头部 这一块的长短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看几张图片 这是柚子生长发育的三个时期 分别是 果实细胞分裂期 果实细胞增大期 以及果实成熟期 根据柚子的生长过程可以得知 柚子先长果皮 然后果肉膨胀发育 最开始头部都比较长 随着果肉的膨胀 柚子逐渐变圆 头部就慢慢变短 柚子头部越短就说明 它内部结构越紧实 这样的柚子发育比较成熟 糖分高 酸度低 自然就会更甜更好吃 所以我们要选择 头部较短 整体更圆的柚子 挑选柚子第四个小窍门 买凹不买突 我们把柚子翻过来 看一下柚子的底部 最中间会有个小圆点 我们仔细看一下 如果您发现柚子的底部 圆圈比较大 还是凹进去的 那么恭喜您 这个柚子通常会比较甜 与之相反 底部圆圈比较小 还绿带凸起 这样的柚子 通常都不甜 挑选柚子第五个小窍门 买硬不买软 我们拿起柚子 用手指轻轻的按压柚子皮 如果你摸下去 感觉柚子皮硬硬的 那就说明皮薄 果肉比较多 因为柚子是先斩皮 再斩果肉 和轮胎打气原理相似 果肉在不停的膨胀 与之相反 如果捏起来特别软 那必定是皮太厚了 里面还会有一层厚厚的海绵层 所以我们要选那种 皮比较紧致 按一下能迅速回弹的柚子 挑选柚子 第六个小窍门 买重不买轻 如果两个柚子 大小 颜色 软硬 形状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把它们拿起来 用手颠一下 选最重的那一个 重的那一个 说明该柚子的含水量特别的足 有些柚子看上去很漂亮 但它未必是今年的新柚子 柚子只要保存得战 放入冷窟中 在合适的温度下冷藏 放上一段时间 外表的变化并不大 但是内部的水分和流失 存放的越久 流失的越厉害 如果您对比一下 发现只是轻一点 那不过是个体的差异 但是如果差别很大的话 就说明这个柚子 一点都不新鲜 有极大的可能性 是晚年的柚子 那就更加不要购买了 好了 最后总结一下 买柚子的口诀 就有六句话 买大不买小 买黄不买轻 买短不买长 买凹不买凸 买硬不买软 买重不买轻 这些都是根据柚子的生产发育 总结出来的经验 如果您也喜欢这个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